開心拍下無動力飛行傘 在天空翱翔 儘管天氣不好 玩家還是性質高昂 技巧靈活 安全著陸 其他玩家還高聲歡呼 不過其實這裡不是飛行場的合法場地 無動力飛行傘亂象就出現在屏東線 石子山 攤開地圖來看 飛行傘降落點 附近除台一線公路之外 還有海景度假區 景觀咖啡廳 萬一發生掉落意外 其實相當違憲 如果飛行傘玩家在沒有登記 證的場地進行無動力飛行 縣府依法可採取五萬到十萬罰金 屏東目前合法的無動力飛行傘 僅有賽家飛行場一座 金字將會會同相關單位 前往辦理聯合機場 其實屏東有合格的無動力飛行場 具備跑道區 起飛台以及風筒等設備 還有合格教練在場陪同 目前屏東縣府已派人查核 提醒民眾別因為一時好玩 以身是法 萬一發生意外後果不堪設想 金新聞演藝圈 謝嘉玲 採訪報導 任何 Guy高雅 採訪報導 佩訪報導 任何就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